那 沒關係 你們也可以那個 雙簧唱雙簧 其實我覺得就是上這課程 讓我學習還蠻多的啦 就是我其實 就是有想說要怎麼帶他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老師的理念跟我 還蠻像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我們 是參加別的課程 然後跟老師聊過之後 就其實就蠻想要來上老師的課 對然後結果老師就是教我 沒有安保的方式嘛 就是以前會很希望就是 但是我還是多靠近他 可是不知道辦法 那現在就是上了課之後 就比較知道說 用什麼方式 就是帶他 而且是懂得就是尊重 尊重 像是那個都會 要我們先問過他 才會繼續同意以後 才能再按摩嘛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讓我 就是比較知道 我怎麼樣靠近他 而且是尊重他 就讓他怎麼樣 要直接解決心 對然後其實我覺得老師 就是很用心 因為其實我覺得說 按摩之外 就是 老師那個理論課程啊 嗯 其實我覺得那個 稍微是讓我收過很多 理論 對 你是用做那個 那個 嗯 就是 老師用按摩 食物也無論 然後又跟理論結合 嗯 OK 太棒了 謝謝爸爸 哈哈哈哈 老師我像什麼 但是就是 從他出生我就很喜歡 不用抱抱他 嗯 跟他靠近 然後老師的那個 就是 告訴我們的一些 不管是理論 或是說理念 嗯 對 會讓我更相信說 這麼做是對的 對我喜歡 就是親親他抱抱他是對的 嗯 OK太棒了 爸爸真的很認真 每一次上課 不管是按真的 微微還是按假的 他今天也好認真 好感動 OK 好 課程建議有嗎 等一下他出去招了啊 怎麼那麼吃 真的沒有 沒有特別的 老師接著他拍的 對 OK 整個都很 整個課程都很扎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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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